姬小兰 臣在 你私放侵犯罪不可涉 但朕念你平时还做了不少好事 也不忍心把你发配到边疆去流放 那朕就 罚你到崇文门做个门礼去看守大门吧 这对你还合适吧 臣谢主隆恩 这就去 好 站住 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子 不拦着问问呢 站住 这 闹什么闹 人家都是官生脾气长 你都混到这份儿了 比原来还重 真是 各位弟兄 这可是朝廷的合中堂啊 这样做合中堂 完了都齐了吗齐了吗 哎呀 既旦门关现在是几品呢 呃 五品 哎呦 五品啊 嗯 没品了 哈哈哈哈 那何某来了 就送了你一瓶 哦 我陪你品茶呀 哦哈哈 还不请我坐 何大人请坐 哎各位弟兄 合中堂请我品茶 我可不敢不去 嗨 有劳几位了啊 来来来坐 谁呀这门关当的啊 对呀 何大人呐 你是设好了圈套 一步一步的把我给套在里头喽 哈哈哈哈 你冤枉何某喽 哈哈哈哈 你呀 先放小月去看苏青莲 然后又故意安排站班的太监都撤走 季某被你牵着鼻子一步一步的走入瓮中了 哎呀 那你又小瞧何某喽 我跟你说 我这可是连环祭一时三鸟 怎么样 没看出来吧 一时三鸟 哎 季某只知道自己是其中一鸟 那另外两鸟我还真不知道 第一我借此鸟啊 把你弄到这儿当门关了 嗯 第二嘛 我假借你的手搭救了苏青莲小姐 嗯 哎 实不相瞒 我早有搭救他的这颗心哪 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替罪羔羊 哈哈 高明 第三嘛 嗯 我维护了皇上的威仪和尊严 也算功不可没啊 一时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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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皇上在何大人心中 也就是一只鸟嘛 嗯 可不得这么说啊 嗯 哈哈哈 我这随口这么一说 你瞧你 嗯 嘿嘿 反正 他们没谁 啊 你口语没有凭证 你整不了我 哈哈哈 何大人你就放心吧 哎呀 都混到这个地步了 啊 我哪有心思整瓶呢 我呀 不会抓着你的小辫子的 哈哈 这事没好茶 来来来 哈哈 哎 这是茶呀 嗯 成门官的茶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慢点 哎呀 记得门官啊 嗯 说句心里话 你这一走我真想你啊 因为你你一离开 这这我没了对手 没了高明的对手了 我就寂寞 寂寞得很哪 哈哈 哎呀 何大人呢您用不着叹息 嗯 咱们俩又不是生死别离 这崇文门离公门又不远 说不定每天我就回去看您了呢 嗯 嗯 有道理 那我就恭候你了啊 呃 希望季先生 经过这一劫 以后能跟何某 和睦相仇 嗯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呦 哎呦呦 哈哈 何大人 您请回吧 我呀 得上岗了 你还挺忠于职守的 哈哈哈哈 嗯 那好 那个嗯 你就好自为止啊 嗯 放心 呃 没谁会借这个机会 加害于你的啊 哈哈 我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啊 哈哈哈哈 何大人 嗯 说句心里话 我也 舍不得你啊 又闹了 哈哈 何大人 回见 啊 纪晓兰 朕得离开庙堂几天哪 这规矩一点都没有了 见了朕都不败了 华处罪 季先生她喝醉了 喝醉了 哦 这连酗酒的毛病都染上了 城门的城立朕 这 这不正之风见掌啊 不对 你正看她没醉 她她她她醉了 醉了 醉了 她没醉 皇上 她大醉 大醉 大醉 她没醉啊 哎呀 皇上你看 您说什么 您说我没醉 你没醉 皇上 既然城没有醉 您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来了呢 接下来 皇上说的是 酒醉之醉 而非醉过之醉 你不要捡便宜 遵公子 和谁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 皇上说 既云没醉 难道均有戏言吗 哎呀 你看看 看看吧 看 又让她捡便宜了吧 您招待你 这 接下来 既然朕误说了你无罪 就让你捡个便宜 均无戏言吗 行了 官服原职吧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 谢皇上 谢皇上 你呀别择意 是皇上故意卖个破仗给你的 我还以为是你救的皇上 哦 谢皇上 你知道谁救了你吗 臣不知啊 正是看在莫愁的面子上 才给你这面子 莫愁 对啊 哦 皇上 臣是个 治恩图报的人 那 苏青年小孩 哦 你就别操心了 朕自有安排 你老惦记人你干嘛 听到没有 别再惦记人你干嘛 你干嘛 走吧